花莲吉安圣南宫 特别举办了为期九天八夜徒步的 凡府禀报活动 在瀑布当中 妈祖是沿途沿路救苦救难 边走边办事来解决民众的痛苦 虽然前往台南土城正统 入门圣母庙的行程 有所延误 闻管三妈还是以众生为主 来为大家祈福 在台南土城正统入门圣母庙 特助陈丽勋的祈福之下 来到各宫庙 向文管三妈入跑妈祖 祈求地方能够平安顺利 花莲吉安圣南宫主任委员 吴建制表示 港文管三妈在花莲住家三年了 从八号开始 从圣南宫出发一路往南绕境 来为地方祈福 让大家平安 在过程当中 妈祖沿途沿路救苦救难 不认众生痛苦 因为妈祖边走边办事 因为妈祖边走边办事 还有我们一桌灵地 都在这个标准 来到这里 这里有档框 不知道什么事 这是一个楼边的框框 可能这里有很多乘客的款 人家不爱到我顶着 这里有好人家的 我妈祖会去找我 台南正同入门圣母庙历史悠久 有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神迹及典故 近年来文管三妈 又称路跑妈祖的名声 更为广为人知 在应援机会之下 文管三妈住家于太平洋一方 在花莲是能攻达三年之久 随着疫情的结束 妈祖只是需要返回台南府城 正同入门圣母庙 并命名为凡府禀报 届时在派认住太平洋的大使妈祖 自奎茂年2023年开始 每年庙方将临派大使妈祖 以及年底由太平洋一方凡府禀报 这将成为每年东西两岸 最令人期待的宗教盛事 象征着信仰与文化的持续交流 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尊重与传承 在绕尽过程当中 妈祖慈悲为忠人祈福 原定入程时间也会延误 也请信仲们能见谅 即使交易款式会大